马英九不管是表现或者支持度都略占上风 但这是否代表着蓝营的选情有逐步回温的迹象呢 而民调数字都代表什么 我们请台湾政治评论员游子祥帮我们点评 并不是每一位民众都看了整场的辩论 所以绝大多数民众他所产生对辩论的印象 应该是来自一些片段 所以最后的对于支持度的反应上 大致上还是处于一种各有其主的状态 而且他们经常会挑选辩论当中 他们认为自己所支持的候选人表现最出色的部分 来记忆这场辩论会 所以不止各有其主呢 还是各取所需啊 所以对于支持度的改变呢是不会太大的 不过这场辩论真正的意义啊 是因为马英九在先前民调略微开始落后 而且蔡英文几乎要赶过 透过昨天辩论的表现呢 马英九应该可以让这个趋势被阻挡 那马英九如果能维持这样的领先 当然对他的选战是有很大帮助的啊 那么落居第三名的宋楚瑜呢 即使有人觉得他辩论表现得不错 恐怕在民调当中还是老三的地位 也很难改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